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蒋介石孙女身上则成了一条重磅新闻 我们知道蒋经国有三个儿子和两个私生子 一共是五个儿子 可是女儿却只有一个 因此在蒋家 无论是蒋介石宋美龄 还是蒋经国和蒋方梁等人 都是女儿蒋孝章被归往 由于蒋孝章是混血儿 长得特别漂亮 也许的由于宠溺的原因 蒋孝章上学时读书成绩特别差 没有考上大学 蒋家人也没有特权 蒋孝章上不了大学 无奈之下蒋经国之好 把女儿送到美国留学 考虑到女儿年轻和安全问题 恰好当时国防常于大V的儿子余阳和在美国 于是就把蒋孝章托付给余阳和照顾 初不知这是送羊入虎口 于阳和比蒋孝章大十四岁 长得是一表人才 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蒋孝章到美国后驻到了于阳和家主 日久生情竟然爱上了这个老男人 当时蒋孝章才二十多岁 感情是一片空白 而于阳和却已经是离了两次婚的人 在美国蒋孝章和于阳和私定中身 当这个消息传回台湾时 立刻成为爆炸性的新闻 之后蒋孝章回到台湾 跟夫妻蒋经国谈判 表示非于阳和不假 蒋经国竟然不顾身份地当着女儿 面大哭 趁女儿离开于阳和 可蒋孝章已经铁了心 蒋介石虽然也不同意 他没有插手 1960年 万般无奈的蒋经国找宋美龄求助 却没想到宋美龄竟然支持蒋孝章 在宋美龄看来 自己也嫁给年纪大的蒋介石 最终在宋美龄的劝说下 蒋经国无奈同意了婚事 1960年 蒋孝章和于阳 可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秘密婚礼 其母蒋方良担任住婚人 蒋介石还给孙女亲笔 写了贺沁和礼金 婚后第二年 蒋孝章便生下了 自于肚身 蒋经国也就彻底接受了这一切 2010年5月 于阳和在美国病史 蒋孝章至今现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